近期因为疫情趋缓 不少袁翔自己在脱下口罩后 领部可以找回美丽肌肤 开始咨询医美 但医学提醒 任命原厂症祸很重要 我们做所有的治疗 安全性永远是第一考量 它甚至比效果还要放在更前面 其实最关键的 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 避免的这就要靠医师的专业度 那有一些呢 会跟机器仪器的设备相关 一般民众该怎么分辨 原厂症祸专家有配方 首先先请诊所出示 原厂机器证书 第二点 看机器上方的防卫镭射标签 再建议民众要当面拆封 全新未使用的原厂症祸探头 透过官方赖账号相机辨识 清扫QR Code 就可以分辨探头阵位 仪器呢 你要认明是FDA核准的 正常的仪器 比如说方黄电波它有认证的诊所 它会有发一个诊所的诊书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仪器上面也有一个雷射标签的防尾标签 第三个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探头 探头的部分呢 你这个探头它都是一致性的 你要确认它是全新拆封 而且你可以扫QR Code去认证这个探头是原厂的 QR Code原厂现在也跟他们有一个LINE的官方网站有做连结 所以你扫了这个可以连到他们官方网站去确认这个不是假的 三大步骤 如果层层把关催疑不渴 如果在追求美的同时用到假货 风险可不小 仪器类呢尤其是治疗在皮肤的 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甚至它使用的探头 是不是这个有这个正常认证的 而且是一致性的reuse啊 或是其他的平行输入等等啊 只要有一点状况 都可能反应在治疗的皮肤上面 造成皮肤的这个不正常的反应 尤其是会形成疤痕啊 等等的这种状况 提醒民众选择原厂正货 让安全和效果更有保障 不要伤了荷包又花钱受罪